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討論一下德國 德國再次有示威 這是什麼事呢? 就是抗疫、電費和天然氣的費用升得這麼厲害 而且這些抗疫的城市多數是東德的地方 我以為是風起雲湧 德國東部很多城市,有20個城市再次發生 大型的示威 就是反對政府的能源政策 因為能源政策 搞到能源這麼貴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不關能源政策的事 應該倒過來說 因為能源這麼貴,政府才有能源政策 還有 要重新審視對俄羅斯的制裁政策 這也是有一個Paketa的運動 的人士滲進去 但是這個Paketa其實 之前 都是 他的 領袖曾經 都是一些煽動人的 罪名 要上庭 所以你看到 我們說過的 現在 在歐洲 他不只是右翼上來 或者左翼上來 是左中右 都有人上來 這才可怕 證明了 已經是 當然有些普通民族都上來 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是真的有些人是頂不住 有些人是頂不住 左中右也看到機會 或者有些不是政客 看到有人示威就示威 因為我真的覺得不好 是嗎 其實 你說多人就不是很多人 大概 一萬人左右 一萬人在二十個城市 其實 也不算很多 每個城市是千多人 是 有些千多人 有些幾百人 但是 你要知道 整整一下就可能有很多人 本來 好像 剛才我們說的 Paketa運動 支持者 其實再次在 北雷斯頓的街頭上 示威 其實他們都已經沉寂了幾個月 這些極幼人士 他是沉寂了幾個月 但是看到機會又走出來 這件事很危險 就是有些極端人士 可能就混入了這批示威者當中 是嗎 可能之後有些什麼大事件 你都不知道 我們看回 就好像在 薩沃林 有1,600人上街 另外 在 維斯瑪 帕希姆 還有 居斯德羅 都有幾百人出來 發言人 在集會上要求國家提供有效的援助 壓制 電價和天然氣價格 另外 在 這個 烏蘭登堡州 這個 科特布斯 其實 也有 警方就有幾百人 組織者就說有千多人 一般來說都是 大家有少少 組織者 當然是說得多些 警方說得少些 所以你要知道 只可以這麼說 你說人是否真是很少呢 又不是 但是你多又不是 很多 不過 你始終都是要 叫做 可不可以這麼說 你不正視的話 可能就出大事 是 沒錯 因為 如果你 極有的人出來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可能他 因為他們煽動人的能力很強 越來越多人 科特布斯 其實如果之前有看足球的話 就知道 以前中國有一位球員叫小佳一 就是那裡踢球的 另外 你看到 陶林根州 也有千上萬的人 再次走上街頭 其實也挺厲害的 根據警方統計 他們 像陶林根州 他們 每個場所都很少人 有四十多個場所 但加起來就有兩萬人 所以其實 那麼多個 二十多個城市加起來 其實都是過萬人 因為 始終他散 但是他多的話 多點開花 怎樣都是過萬人 應該有幾萬人 全德國 另外 在阿爾 騰堡 和 帕斯內克 也有三千多人走上街頭 當然 在 馬格吉堡 有八百八十人 參加了一個 德國選項黨 其實 這個黨 都是 之前 有些很出格的 另外 一個就以生命權和自決權為主題的示威 也吸引了幾百人 我還沒聽到這個詞 自決 因為 香港的 那群什麼自決派 都散了 一些是狼當入獄 有些就不知去了哪裡 好像哈勒 市的話 其實也有千多人 但是 最令人擔心的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Paketa 他在 德雷斯頓捲土重來 因為他們是極有的 很危險的 我們看到一件事 你說是不是多綏和平 暫時是 但是如果極有份子他在 在 善下善下的 善動 劃許有些大事件出來 好像 就像 萊比錫 其實 抗議的人士和支持政府的人士之間 發生了衝突 這次遊行的參與者 其實 都有幾千人 真是嚴重的 當然 這個 Paketa 其實他 就是以 壽視某宗教而出名的 嘩 是啊 很危險的 如果 如果某宗教人士他又有些 極端份子出來 做些大事 請你吃個菠蘿 不可收拾 真的不可收拾 他們說 Paketa的人 我們是外國人士 但外國者 不代表大勢 都要守法 其實 說真的很多極端份子 他總是一個漂亮的理由 或者用一個崇高的理想去包裝自己 是不是 我們看到 現在 他們Paketa的人 上算 我們很公道的 上算是和平 他們 就說 散步 因為 有些人就很聰明 其實以前香港 19年的時候 都說 甚至佔中的時候 記得 快必都說 我們散步 Be Water 是嗎 其實 反正 那麼多個示威 現在加上幾萬人 主題都是圍繞 大小 俄國戰爭 和高 能源價格 幾百名這些極端人士 其實 聚集在德雷斯頓聖母教堂附近的 新市場上 幾乎 每個人 都是年輕人 一般來說 說實話 以前的 極有份子 年紀也差不多 想不到現在年輕人都加入 因為年輕人一般來說 有些理想 一般會 向左談的 可能 現在時代不同 當然 我們也看到 好像 在 在屠林根州 他們的州長就說 我們 他的 州長就來自左翼黨 也警告 由於能源價格上漲 現在 民眾的憤怒不是不合理的 可能令到 整個 德國東部 的極端主義者 跟我們說一樣 會滲入這些抗議活動當中 而且 他們也可能獲得支持 他們很會煽動人 他就向法蘭克福 匯報 是做專訪的時候 德國東部 其實有件事就是 現實 東西德統一 即是柏林圍牆 倒下的時候 其實到今時今刻為止 東部和西部的 經濟差距依然是幾大 因為 東德地方之前就是 大家的陣營不同 大家的經濟 的根基也不同 我們看到 他就說原因很簡單 就是 電力價格 和燃油價格那麼高 而且 他就說 東德地區 即是德國東部地區 很多能源價格 比富裕的西部還要高 收入 比西部少 他就說很不公平 他就說東部地區的價格是最高的 雖然 在一些州份 好像 這個 撥蘭登堡州 是可以滿足到自己的電力 因為 他們有可載生能源 但其他地方就可能不行 這位 左翼的 政治人物也說 如果大家 想看到聯邦政府 有所行動 看到他們 為 合法的話你也阻止不了 是不是 合法的話你也阻止不了 當然 剛才我們說的 極有份子 如果他們 取得了話語權 真心地說 還有這個不是 第一次 其實在9月份 剛才我們說的 來比石 都是有萬人示威的 不過當然 政府也說 幾千而已 外比石的示威 最怕你變大 外比石的示威行動也是一樣 希望 能源政策改變 重新想一想 對俄的制裁 也是一樣 左中右的人參加 因為如果你是只有一個意識形態 政府可以說 這些是他們 意識形態的人出來搞的 不是 不是的 如果 他們都是 連普通民眾都跟這些人出來的時候 你真的要想一想 是不是很糟糕 應該都很糟糕 生活成本是全部都受影響的 怎麼會只得一番呢 沒錯 所以 來比石當然是德國東部城市 抗議 的事都很簡單 有能源 以及對俄羅斯的制裁 在野 左翼黨 他們就號召了這次 的示威 口號是什麼呢 就是 一個 憤怒的秋天 因為大家都很憤怒 因為東西那麼貴 左翼政黨 他們很好笑 大家一起示威 但他們又和右翼人士有些和策 真是不知道 是不是爭奧之旗 是不是爭奧之旗 是爭奧之旗 你爭奧之旗 你爭奧之旗 我們看到 為什麼他們經常選 選德國時間星期一去示威呢 我之前介紹過 現在再介紹一下 因為這個星期一示威 是源於 前東德民眾 在89年 和平革命時 在來比石的 自發示威來的 而近年來 就被一些極右人士利用了 就是剛才說的 Paketa 他們利用了 這樣拿來 是反什麼反物 當然他們反的 是 幾可怕的 就是反某些 外來人士 這些 所以 原來是這樣的 為什麼大家 有 衝突 原來 左翼是想跟這些極右人士 劃清界線 這樣對 沒有香港的什麼和勇合一 覺得 這些 極右人士 因為他們很危險 不知道你向什麼人動手 那就 要跟 切割 並且 叫警察來 抓他們 他們 也說這場示威我們搞的 你為什麼來 這件事在香港我們都看到 以前和理非年代 也有些本土派 港獨派出來騎劫 現在右翼的人 可能想騎劫一個和平示威 當然 你也很難分清他 因為他沒有特殊裝束 你也很難分清 當然有些右翼人士也說 我們以後有個妥協 大家搞一些示威 那就不要動手 如果是的話 也沒有問題 但最怕你 只有港智 突然之間 發難 就麻煩了 當然 現在 歐盟很多國家除了德國之外 也很多國家示威 的時候 民眾 都希望他們國家 檢視一下 對俄羅斯的政策 其實這樣制裁下去 我不是說對 我只是說他們說什麼 制裁下去 可能是相夸到普通民眾 不是跟我們說的一樣 你制裁人還是制裁自己 但是你看 大家銀性有多久 我不知道可以多久 但是 只希望世界和平 不要再有戰爭有戰爭 搞到我們一副都是 願在萬里之外 都是一副都是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